法国景点 巴黎圣母院前广场 昨天下午发生一名男子持锤子 袭击巡逻警察事件 造成一名警察受伤 男子被警察开枪支付 当天下午4点20分左右 巴黎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广场上 人来人往 突然一名男子手持锤子 冲到正在巡逻的三名警察跟前 就开始行凶 一名警察不幸受伤 其他警察当即开枪缓击 打伤了袭击者 受伤警员和袭击者 随后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事发后 大批警察赶到广场 封锁了巴黎圣母院及其广场区域 900多名游客滞留在巴黎圣母院内 长达一个多小时 随后被逐渐疏散 巴黎圣母院周边的数个地铁站 也因为安全旅游临时关闭 法国内政部长勒拉尔科隆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袭击警察的男子是单人作案 没有通货 警方制服这名男子后 查获一把锤子和两把锄刀 男子在袭击时曾高呼 为了叙利亚 法国媒体称 这名男子1977年出生于阿尔吉利亚 目前居住在巴黎建交 在警方审讯中承认自己是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成员 目前巴黎检方反恐怖门已经介入调查 法国内政部认为 当前恐怖主义的形态已由精心策划和实施 转向利用任何手段发动袭击